這就是它的主版面 開啟燈的時候,車的圖案就會一起亮燈 它的亮度就會有改變 然後第一個導航預設的是Google Map Google Map是要先給網上下載地圖資訊 所以第一次的時候是長一點 接著是音樂 音樂是插USB的 然後中間有一個應用程式 你下載的所有Apps會在這裡出現 然後最後的Play商店 就可以在這裡下載所有上單的應用程式 也可以看影片視頻 視頻也是一樣 插手指之後 你可以在這裡看所有視頻格式的檔案 這部行就是Google Map 跟這個一樣地圖也是 Google注音是輸入化的意思 然後Picture 你下載的照片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然後說明書 這部車機的說明書 文件管理器 你所有下載的檔案 會在這裡出現 藍牙 你用手機播歌或連藍牙 就一定要用這個功能 然後按這個音樂符號 你就可以聽到手機播出來的音樂 這個是瀏覽器 DSV就是調音系統 Gmail是郵件用的 Centic相店 download app 是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